一般的素鱼腸如果是用水 就很容易蒸的時間過了火 就會老生或者粗糙 不如加一隻米奶 整個米奶下去之後 就發覺整個素鱼腸就更豐富 而且香味比較滑一些 令到素鱼腸更加出色一點 首先將蟲草花、牛肝菌、茶樹菇、陳皮 先用一些冷水 大概浸它10分鐘左右 然後將粥身切粒 油炸桂裏切片 然後將薑切成薑絲 蔥粒、芫荽切小段 全部都留在備用就可以了 然後將茶樹菇切斷、牛肝菌切絲 還有陳皮都刮了一些浪就可以切絲 我們就開始用一隻鍋燒紅它 加少許油就爆香一些薑絲 牛肝菌、茶樹菇和松草花就爆香 加少許鹽然後就糊了它 接著我就會將雞蛋發爛它 加入米奶、粥身、油炸桂、蔥花 將它放入一隻碟裡 攪勻之後就可以開始蒸了 蒸它14分鐘左右 蒸好了之後再加少許蔥花、芫荽 再放回去蒸30秒左右 完成之後放胡椒粉 那就完成了 陸在膠粥沒有難度 Green yourself 咀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